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第四天 大家好 我叫Josh 那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喝水的重要性 那在还没开始之前呢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本身呢 以前是一名动员 那体重很轻 我不超过60公斤 那我175 那这是我的照片 那过去呢 其实饮食器官很不好 包括就是 完全不吃菜 只吃肉 然后吃很多油腻的食物 都不会胖 那遇到我教练之后呢 我认真配合了他 然后通过这个饮食营养 然后开始学习喝水 然后把水分给喝足够 那我通过这个方法呢 我已经增重了10公斤 大家来看啊 我的第二个效果 那是after我增重过后 再进入一个叫 Potitransmission的channel里面 那我重新再把我的肌肉给捏回来 那这些效果呢 包括所有的这边的女生教练 有很好的马甲线等等 包括男生有很好的线条 都不是在建立在一些 比如说 现在就有些奶茶啊 一些不好的饮料啊 酒精啊这些上面 而是在建立在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 充足的水分 充足的睡眠 还有充足的营养 废话不多说 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喝水的重要性 那喝水呢到底有多么重要呢 水呢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是因为我们呢 身体在做运作的时候 它其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它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媒介 比如说我们在吸收营养 在做排泄 在做代泄的情况下 那水呢就帮你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呢 70%是水分 那水分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那我们一分一每一秒都很需要这些水 来帮我们做运作跟代泄 我们的身体呢就好像洗衣机一样 那我们呢都会把很多衣服 安藏衣服给放进洗衣机 那我们会把很多的食物给吃进身体 那接下来呢我们洗衣会做什么 我们下一个动作呢 就会把洗衣粉和洗液给倒进去 那如果水分加不过的情况下 衣服会洗得干净吗 对答案就是不会 是因为如果不够的水 洗衣服是洗不干净的 那我们身体呢也相同的 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需要很大量的水分 来帮我们做新陈代谢 把肺肉给代谢出去 把身体给变得更干净 以防被我们接下来呢 更容易的去做吸收营养 跟做代谢 那长期缺乏喝水的人呢 会容易得到肾结石 每10个人会有一个 会得到肾结石的问题 那女生呢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膀胱炎和尿道炎 那女生呢 我们会建议长期喝水 然后多洗刷 不少它 那还有就是尽量不要憋尿 那细菌感染的几率呢 就会减少很多 那尤其是现在的食物呢 都很精致 那大家吃了很多精致的食物呢 都导致了便秘 那这便秘呢 都跟喝水有关系 那我相信呢 在座的每一位的女生 都想要青春美丽 对不对 那你就是要喝水 那只有你喝多了水 你才会青春美丽 那因为脱水的情况下呢 你的细纹呢 就会跑出来 我相信大家到这边呢 都意识到了喝水的重要性 那接下来呢 就是教大家如何喝足够的水 那我会建议呢 大家平均每一天呢 喝3到4L的水 那这3到4L的水呢 不是一次性的喝完 请不要用灌水的方法 因为会对身体呢 造成一些负担 那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把 给喝完 那我在这边教大家 如何在一天呢 能喝到最少4L的水 那就是你准备好一个杯 大概500ml左右的杯 那平均一个小时呢 你喝一杯的水 那这样下来呢 如果你一天呢 工作最少8小时的话 那你一天呢 就喝了4L的水 是非常简单的 很少喝水的朋友呢 那当你在开始学习喝水的过程中呢 每100个人呢 会有5个人 会会产生一些 比如说呃嘔吐 甚至是头晕 甚至是腹泻的问题 那当下呢 千万不要紧张 也不要担心 那只需要呢 再继续的把水喝多 因为呢 你的身体呢 在做排毒的现象 有一些学员呢 问过我 教练 如果我们喝那么多水 会不会水肿 因为大家都很怕水肿 对不对 那在这边呢 跟大家说 不会水肿 如果你不喝水 才会水肿 那因为呢 我们身体 当它在缺乏水的状况的话 它会直接进入一个紧急状况 就会把身体的水给锁住 它不会让它排出去 所以那个才会导致你水肿 再来就是食物上面的选择 尤其是尽量避免去选择一些重口味的食物 比如说汤类 或者是一些食物 或过咸的食物 那里面呢 有过高的钠含量 那这些钠含量呢 过高的情况下 会导致你的肺水跟你的水分 也排不出你的身体 而导致你水肿了 那我会建议大家呢 在餐前呢 喝一杯300ml左右的水 那它呢 有助于呢 压抑着你的食欲 那它呢 也会提高你的饱足感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简单的分享 那结束影片之后呢 大家赶快去喝一杯300ml的水 才去睡觉 拜拜 晚安 大家 住手 二十四 二十五